嗨,大家好,又到了咱们每个州的每周华尔街的节目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州大盘的情况 以及下个州我个人对于大盘的展望 那么排列来看,盗琼斯这两天回的稍微多一点 跌的比较多 我觉得盗琼就是没别的,打到了前面的压力点 这是一个双重的压力形成的一个共振 所以它是属于高位的一个预阻回落的这样一个状态 那么在这一轮强力的拉升之后,它都没有回踩均线 所以一般情况下指数向上走高的话,都要去回踩20日线 然后再进一步的向上去走高 所以我们把道指的目标还是先放到20日线的位置 现在来看的话是40,165左右 当然可以跌不到这个地方,未来股价涨起来的时候 让20日均线,让EMA自己往上去来碰触这个位置 但目前来讲的话呢,还没有回到均线 所以这个是一个可以理解为还是一个正常合理性的一个回调 标普呢,是一个,也是个上升通道啊 这个也没有跌破呀,对不对,通道还在呢 就是这个通道,打到这个上边沿上方 在这个通道里面走一个正常的一个行情嘛 很正常的一个回调行情 然后呢,下方的这个支撑呢,在5500差不多 5500呢,这个地方呢,也是50日均线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现在来看的话呢,道指是回调20日线 然后标普和纳指呢,可以期待往这个50日均线去做一个回踩 但是我们看到呢,标普啊,在5500的位置上 距离现在还是有一点点空间的,证明指数呢 还是有下跌空间,那标普来碰触这个50日线和 我们这个AI的支撑线的时候 我们现在AI的支撑线指向的是5500 那么纳指呢,就有可能会跌破这个50日线 那也就容易触发一个极度的猛烈的一个反弹行情 好,大方向,这是日线级别上是一个纳斯达克的上升趋势 这一点也没有任何的悬念 所以说现在说市场要下跌 变盘已经开始进入到调整 我觉得呢,还是过早 30分钟的这个层面确实走得不太好看 30分钟我看就都有破位的迹象了 纳指呢,也是一个向下走弱的这么个迹象 30分钟是不太好看 但是在日线级别上,他们还是大型的上升趋势 这个没有改变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会期待在某一个点50日线左右的位上会出现一个比较猛烈的反弹 但这个反弹我也不敢说是反转 因为市场现在已经走出来了这种回调的姿态 我们没有办法预测顶点 我觉得我们也不要去预测顶点 让市场走着看 现在好,已经有了回调的迹象了 第一点,我们可以知道的 日线级别还是处于这个上升趋势当中 还不能说日线级别要变盘 因为基本的均线没有跌破 均线没有交叉,没有拐头 所以日线绝对还是一个多头的一个强势的一个姿态 那么第二点,我们看来看局部上 这个地方局部上呢,什么时候能出现一个反转行情呢 这来走着看,现在呢,我说不好 因为有可能这个地方上去上不去 慢慢的就演变成了一个下跌式 证明我的第一个观点是错误的 也不是证明第一个观点是错误的 证明第一个观点就失效了 所以现在呢,我不敢说这只是顶 但是呢,我也绝对不敢 不能,再也绝对不能认为 已经开始进入到回调的起始点 必须是反抽之后无力,又往下掉 就好像慢慢的随着这个均线的改变 我们说大盘可能要进入到这个回调期了 但是目前呢,还看不到 那么接下来期待一个比较猛烈的反弹行情 弹起来以后,再看情况 因为弹起来之后,它有可能会再下来 可能会再下来 可能会震荡啊,或者怎么样的 这个我们得慢慢的去观看了 但是不管怎么样 先期待一个比较猛烈的反弹 弹起来了 就是减仓也好,或者说离场也好 在观望观望 那么值得去操作的股票呢 我认为还是英伟达 英伟达呢,现在还是在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点 这差不多是115左右吧 这样一个大的支撑位 进行了一个整理的平台 我在上个周呢,给我们的会员发了一个提醒 我说呢,这个大盘 英伟达现在呢 在AI整个行情下也是受到了一些影响的 英伟达,它始终是现在纳斯达克第一个股票 你无法相信 即便已经长成今天这个样子的英伟达 它的估值水平依然是高于特斯拉的 而且是两倍高于特斯拉 现在英伟达的这个静态PE啊 是 静态PE是70倍 70.83倍啊 这并不是它的PE 因为华尔街我们在做一个估值的时候 我们不看静态PE 我们看的是动态PE 把下一个季度的业绩 我们往这个bottom line啊 往就是bottom的这个预测来讲的话 英伟达现在的PE也就是40倍左右 40倍的PE啊 现在给一个英伟达45倍的PE是完全合理的 所以现在英伟达的估值 可以说还是不高 它依旧是纳斯达克第一股 也会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面 保证这个纳斯达克第一股的这个位置 那英伟达呢 现在只是在做硬件 接下来他就会去做软件 把软件再给做起来 将来他就像苹果一样 他是一个软硬兼具的一家公司 所以英伟达未来的想象空间还是非常大的 你说现在这个英伟达还会不会下跌啊 我觉得这个我说不好 我只能说英伟达逐渐下跌的过程当中 逐渐购买并且以一年为单位的话 他依然是纳斯达克里面最稳定 会走的最好的那个股票 这是英伟达从长期的角度上来看的 因为他的订单就是就像台积电 最近公布了这个业绩台积电 台积电的业绩给我们反映了需求强劲 即便价格提升需求依然旺盛 所以这台积电的业绩是非常好的 没有挑剔的 但是台积电呢爆完业绩以后 出现了比较大幅度的向下的下跌 包括奈飞也是 奈飞公布完了业绩之后呢 也出现了高开低走的这个下跌 之前我跟大家讲过 我们还要关注一个东西 就是说业绩怎么样 如果业绩爆完了都很好 结果还在下跌 这个大盘大概率会有一个调整 我们现在已经看到雏形了 台积电英伟达 台积电和Netflix业绩都是非常好的 奈飞的业绩呢也非常的好 上一个季度的业绩没有瑕疵 但是展望有一点点不太好 就奈飞上一次的这个业绩 放在以前 就这个基本上涨个10% 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这不错了 高开低走涨了 跌了1.5% Netflix的这个业绩 台积电的这个业绩呢 给我们敲响了一个警钟 就现在有一点点业绩好 但是大盘还在下跌的这个迹象 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呢 接下来还有几个重要的业绩吗 我们要看看 如果就是这个样子的话 那大盘会进入到调整 会给大选之前先回调一下 然后呢留下未来的上涨空间 因为未来特朗普一当选 这个 当然我这个话可能说有点太早了 只能说是现在感觉特朗普当选的概率比较大 但你说最终是不是特朗普就会当选 四年前可能我们也是这么以为的 当时投票也挺好的 结果睡了一觉起来之后 特朗普落选了 就我们不知道 不敢去太早去下这个定论 但是我现在感觉吧 就是众多市场上的感觉 特朗普应该是会当选的 那么市场已经开始去tray的这个交易了 怎么去tray的呢 就是小盘股 小盘股走了 走出来了一个100年以来 100年呢 100年以来最好的一次板块轮动 力度幅度是100年以来最大的 就是大家一下特朗普一当选 特朗普当选那些讲了 我要给企业降税 企业一降税 再加上鲍威尔未来会配合着这个减息 因为一减税减税啊 减税降息 利好的就是这些公司 就是这些小盘股类型的公司 然后呢 特朗普让制造业回流美国 我们看到道指和标普里面的工业制造业 开始大幅度出现上涨 就是这是在最近一段时间里面发生的事情 我们不能无视这个现象 这个现象代表市场在price in 或者说在trade特朗普的行情 然后呢资金已经开始做了100年以来最大的一次转换 这是信号 这是我们在市场当中已经用肉眼看到的事情 那么就有理由相信这个行情会持续下去 会进一步的往下走一个持续性 那么把这些东西通通的整合到一起 我觉得呢是市场对这一轮大幅度上涨过激表现的一个反应 然后出现了一段回调 是不是回调的开始 有可能 但绝对不是顶点 大盘绝对不是顶点 大盘将会在今年年底的时候 不管回调到哪里 都会借助了大选行情 进一步的去冲刺 都说拜登当选 大盘不会涨 拜登在任四年 美股涨了多少 那大家回头看一下 不比特朗普在任的时候涨的少啊 涨的多高啊 虽然只有那几个七个公司所代替的 所以无论是谁当选总统 他对股市的影响都不大 都是会往上去走高的 这是对于大盘 所以呢回调 你也不要怕 那些长线投资的朋友啊 你不要害怕啊 都继续持仓 继续拿着就可以了 最近大家会担心微软吗 你会担心微软这个 这个蓝屏的事件 对整个的市场的影响吗 那你多虑了啊 这也是一个意外的行情 但同时呢 这个微软的这一个行情 也让我们意识到了 微软是多么的厉害 多么的牛逼 以前可能很多人会觉得 这就是一家公司 做的很大的一家公司 但是你现在可以看到了 一家大道竟然可以让全球的航空运输体 航空体系瘫痪的一家公司 一家大道可以让伦敦交易所 暂停交易的这样一家公司 是非常非常的厉害 好 所以这个影响不大了 不用担心 不用担心这个影响 那接下来呢就是CRWD CRWD呢出现了这么大的问题 因为它是给微软这一次出现问题的一个罪亏货手 CRWD跌了很多 跌了11% 木头节呢 在上个周做了大幅度的抄跌 但是我个人认为啊 这个呃 我觉得我有点看不太明白啊 因为这个事情出现之后 CRWD将会必然会面临一个微软的challenge 微软不管怎么样 微软受到这个情况的影响之后 它肯定会以后给自己来一个备案的 CRWD出现的问题可能会换到PNW 或者找其他的网络安全类的公司 所以我觉得会缺减CRWD的这个订单 或者说呢 呃CRWD要给出赔偿 那怎么样就是往外掏钱呢 那这个股 但是股价呢 却只跌了11% 我感觉跌的有点少 不知道是不是木头节抛这个抄底啊 承接了这些筹码啊 嗯 但我觉得这反正这个不能抄底 这他这个接下来面临的赔偿 再给个说法呀 那这个东西说法不弄好的话 我感觉这这样有点难度 啊 大盘 然后个股啊 特斯拉受到了影响 这个拜特 那个特朗普啊 上台 不是那个前两天的演讲 演讲上的 上来第一句 如果我当选了的话 我第一天我就干掉 那个电动汽车 当然这个说的有点夸张了 哈 但是无形当中是给特斯拉 来了很大的这个压力 所以呢 他在周五的时候跌的比较多 受到了特朗普言论的这个影响 那么 下个周二 特斯拉的就会公布业绩 我还是非常看好这一次的业绩的 这一次特斯拉的业绩呢 我们要关注几个方面 汽车销售 当然是一个 但是呢 呃 更多的就这个销量下滑 我觉得这都已经是市场已经完全price in了 已经认知到这个事情了 更多的呢 是他的储能业务啊 怎么样 robot taxi 有没有一些更多的细节 给我们披露出来 然后呢 如果恰好 汽车的销售业务 比预期的没那么糟糕 公司的margin 还有他的自由现金流 这两块 margin 自由现金流 这两块 是市场会比较在意的财务指标 那我们需要看一看 如果哪怕销的不好 但是margin 还是保证的 这还就是不错的 再就是inventory 库存 怎么样 去库存化 能变成什么样子 呃 就这几个数据 还有free cash flow 自由现金流 现金是公司最在意的吗 波音为什么就起不来 波音整个现在的这个现金情况 自由现金流的free cash flow 现金情况特别的糟糕 所以这就是波音 长期起不来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希望降息 能对波音造成一个影响 其实呢 我对波音呢 还是有一些期许的 我也在等待波音启动突破的时候 因为波音这个股票 是非常有特点的 它一旦启动 就是一段长扭 比如说这个波音 真的啪一下拉 涨到这个地方的话 这算是一段长 就明显的趋势涨起来的时候 你可以大胆的进场 波音这个股票 要么不启动 启动就是长游 一个大型的一波的这个上行 所以完全是至少是会有短线机会的 现在全美都面临着一个问题 全美的航空公司都面临着一个 航班迭代的问题 就它这些公司 这些航空公司都有一些老化了 都要面临着这个飞机的一个惯心 其实这个可能会对波音的订单是有影响的 再加上降息 看看能不能做一个这个利好的提振 好吧 然后呢 特朗普当选呢 其实对能源类的股票会有一些影响的 我好久没有跟大家去看一下这个能源了 原油呢 这为什么好久没看呢 因为我在很早之前 我就跟大家讲过 美国的这个通胀 已经控制住了 你别管它涨与不涨 数据上是控制住了 所以这个原油不会有大的方向 它已经就是这样一个非常宽幅度的宽幅级别 它没有趋势性行情 在这个宽幅级别里面 很难很难搞 所以现在它就是这么个区间震荡 震的很长时间 包括美元也是 美元指数 都是一个大级别的宽幅震荡 美元也是这个造型 一二三高点 预阻回落 所以他们都没有趋势 接下来还将没有趋势 还是没有趋势 什么叫有趋势 你这个区间看呗 这个区间给整出来呗 但是在现有的这个区间里面 这个原油可是走坏了 这个原油走坏了 有一个看跌的信号在哪里呢 这个地方拉升之后 做了一个上升的旗行 没有突破 反而啪啪两下砸下来 原油是个看跌的 我估计保守可以跌到75块钱 我估计原油这个地方会跌到75 其实跌到75放到大日线级别上来看 跟没动一样 还是一个整理 所以原油呢 我看跌 这个目前来看的话 这个观点比较看跌 黄金走的还不错 走的挺厉害的 但是突破之后呢 似乎是个假突破 但是黄金你要看到 它这个大的日线级别上 按照这个下营边的推算 也差不多到压力点了 我个人感觉 降息的那一天开始 就是大宗商品 启动下跌周期的时候 这是我大方向的一个预判 大方向的预判 这个需要时间去验证的 真正启动降息 就是大宗商品见顶的时候 这是我现在做的一个 宏观上面的一个预判 最后呢 来看一下这个比特币 比特币的这边的这个行情呢 从K线的形态上来看 是没有问题的 它都是在向上去走强的 前段时间我们已经跟大家讲过了 这个比特币这块 已经有上涨的机会了 那么现在它已经到了我们AI的压力点 所以我觉得呢 上涨 技术形态上还没有出现下跌的信号 但是要谨慎了 因为它距离再往上的话 就是6万9左右的这个压力点 会比较近 关键它有一个点不太好 就是在股价上升的过程当中 我发现这个AI下移了 我们这个AI的信号 就是发出了一个警惕 就是这个上涨 可能是不扎实 或者说不安全 所以这是比特币的这个情况 但是以太币这边呢 没有形成共振 以太币的AI呢 反而还是上涨的 这个就有点尴尬了 但是伴随着我们这个AI信号呢 有一点现在是明确的 就是比特币是万万不可以向下去跌破这个6万3200 如果跌破了6万3200 大家就可以放开手脚的来做空这个比特币的短线狼情 以太币不能去向下跌破3360 如果以太币还跌破3360 那么它会再回来 至少回降到3000亿 然后呢 如果这个地方的以太币呢 是就按照现行的这个状态 继续往上去走高的话 那你也应该继续顺势去看涨 不能主动做空 想现在不能主动做空 因为这个盘面是上升趋势 整个的行情呢 都非常的强势 在往上走高 没有下跌的迹象 只有下跌的这个概率 但是还没有下跌的迹象 就就就如我的说 这个重要的点位3360 以太币跌破了3360 才可以进场去崩空的 好 然后VIX指数 长得非常的高 VIX指数呢 已经是从前一段时间 VIX指数刷了个这么大的地点呢 这是 这是一个金手指吧 anyway了 也不重要的 也搞不好是个金手指 VIX指数呢 反而也快到压力点了 反而也快到一个压力点的位置了 就观察一下吧 VIX指数这个上涨 是挺吓人的 不能忽视 但是这一波上涨 涨得也挺高的 看似呢 快到18块8左右了 18块8这个地方呢 是一个压力点啊 如果把18块8这个点 18.8这个地方给突破了的话 倒是有可能往30这个位置上 去走一走 好 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吧 特斯拉的其他的观点呢 我会在周一的时候 周一做节目的时候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周二才是报财报嘛 我至于 至于我特斯拉的仓位的 去留的问题呢 我的长线的仓位 就是在我这个 Robinhood的这个账户里面 还有在我的富途的 这个账户里面的 这个特斯拉 我肯定是不会动的 绝对是会继续持有的 但是这个短线上的特斯拉 我会思考一下 要不要去持有过他的这个业绩 然后最这两天呢 我的这个Robinhood 在特斯拉回踩下来的时候 也有一些回调 现在是75%的这个年化 从前两天已经到111%了嘛 但是我一直一仓位都没动 这两天有一点点 向下的这个回踩 这边是纯利润 也是从13万收减到了94万 这样一个收窄的幅度 上周我还抄了英伟达 周四的时候我抄底了英伟达 然后但周五的时候呢 我也没走 其实我抄底英伟达的点 还是不错的 英伟达我们抄底 好像抄在了 可能抄在了这块 英伟达的底抄的还是挺好的 现在呢 差不多成本价附近吧 但因为是我买的期权 有一些损耗上面的 DK有一点损耗 但我还是倾向于英伟达可以突破 但不管怎么样 这个重要的支撑点是116 115 如果下个周回来 英伟达啪擦了一下 跌破了115 我肯定会止损的 就是对强力的跌破这个点 就不要115较那么准 我会看着 如果经过一个整理平台 啪擦了一下 把这个地方给跌破了 那还说什么呀 这K线上已经走坏了 你就应该离场了 然后等到反戳上来的时候 再来放空了 我是目前是这么个想法 暂时这么想的 配合上大盘 配合上业气 我们整体来看吧 好吧 出过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因为我觉得业绩没有报完 还有很多的变数 50日均线也没有回调到 需要调整下来以后 再谈一下 我们再看看情况 再去决定下一步的方向 走一步 看一步 但是所谓的美股见顶 这个事情是不存在的 见顶也只是阶段性见顶 就是大方向的顶部 给他两个月三个月的时间 还是会回来再创新高 再不断的向上去走高 年底 今年美股可能还会有一个 很大幅度的向上去冲刺 特朗普又是一个这样在意股市的人 是不是 所以这一点就没有什么担忧的 好 那就分享这么多 祝大家周末愉快 好吧 有什么问题 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直播间 和我们一起交易 讨论 然后我们一起在股市当中 去海培 好吧 周末愉快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